避免交屋後建商拿了錢XX 後不離 交屋前的燕屋超重要 各位觀眾 漏水啦 抓到 抓到 師傅說 結構好檢測啊 難修改啊 瑞覺得很中肯 因為大缺失只能跟建商求賞 或是利用裝潢來補強 怕就怕結構出狀況 欸師傅啊 我想問一下齁 我常聽人家說 燕屋有分做好幾種類別 啊 你能不能來跟大家解說一下 到底燕屋分做哪些類別呢 燕屋就是分四大類別 第一個就是水 再來就是電 再來就是結構 及設備 這是大類別 燕屋公班的師傅在開始檢測前 會先跟屋主先確認買賣的契約書 這份資料會詳細記載所使用的建材 設備品牌等等 讓師傅可以確保 待會燕屋過程和契約內容一致 首先師傅會先從水下手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最擔心的漏水滲水 都是需要點時間放水才能察覺的 畫面中師傅在檢查冷氣管內 是否有水泥沙漿或其他異物 堆積造成排水異常 大家有沒有看到畫面中的冷氣排水管啊 可以可說通常是使用蓋板做修飾啦 接著儲水部分取翻洗手台浴缸馬桶洋台 只要有排水孔都要注意 洗手台先將水塞住後會觀察三個地方 1.儲水會不會洩漏 2.液水全孔排水是否正常 3.洗手台下方水管有沒有漏水 各位觀眾 嗯...對...漏水啦 抓到...抓到... 衛浴或陽台卸水排水的部分 師傅會使用內飾鏡查看排水孔是否有泥沙淤積 還有預留管夠不夠長 因為太短也會造成未來容易堵塞喔 這裡師傅有特別提到 乾絲分離的排水孔 除了要特別留意卸水坡度避免積水 還不需要以灑水方式測試門片 之前就有屋主在測試乾絲分離的同時 賀蘭的發現會滲水到隔壁房間 真的是事件大條啦 畫面中師傅在進行窗框灑水 這個過程至少需要等待15分鐘以上 才能發現是否有貓膩喔 在水的檢測中師傅也會搭配熱像儀跟水分儀 來看看有沒有滲漏水的問題 有時候肉眼無法看見的就交給肉體 不是啦 交給精密的儀器來處理喔 來這裡又抓到了低級缺失啦 屋主心在低血的程度 就跟這窗框滲水一樣 流不停啊 瑞友發現這個燕屋公斑的貼心之處 師傅會將衛浴的檢測流到比較後面 避免過多的踩踏 把屋子裡面踩得到處都是腳印 電分座兩個部分 一 一般電 師傅會進行香味檢測 來確認插座是否有接地線 接線是否正確 有無漏電風險 以確保未來用電上的安全 也會檢查配電箱 與對應的電器設備 是否能夠正常使用 貼心的是會幫屋主在電箱 標示每個線路名稱 聽Hank說他一個朋友 買了一間二十幾年的中古屋 也是香芋燕屋處理的 就抓出火線跟中線接反的問題 嚴重一點還是有可能會發生 電器無法正常使用的情形 或是容易觸電喔 2. 弱電 網路、電話、數位電視 都是在檢測的項目裡 由於用戶還沒申請室內電話 所以會使用封鳴器 來確保電話線能正常的運作 瑞說過 一進屋我會看的就是結構的部分 但我的知識領域也僅限於牆、梁、柱 像是瓷磚、門窗 其實也是結構的一部分喔 結構通常都會搭配雷射水瓶來檢測 而地磚、壁磚則是使用敲擊的方式 來確認是否有空心隆起的狀況 如果真的遇到啦 招除更換最麻煩成本也最高 還要留意休散時造成周邊瓷磚受影響 如果發生在衛浴還會破壞到防水 所以最好的補救方式 也是目前最常使用的方式就是灌注 以打針的方式灌注環養素質 施工上方便成本第一 只要在修繡後留意瓷磚磚孔後 針孔的填補復原是否確實就好 在牆面的部分 師傅也會仔細的瀏覽過有無瑕疵、軍練等問題 驗呼過程中師傅說 結構好檢測啊難修改啊 瑞覺得很中肯 因為大缺失只能跟建商求賞 或是利用裝潢來補強 所以剛遇到的滲漏水其實都只能算一般的缺失而已 怕就怕結構出狀況 設備的檢測除了剛說的熱像椅、水分椅、雷射水平椅、內視鏡以外 還會依建商合約的建材表測試 甲醛含量、噪音、電磁波、玻璃厚度 師傅有說連硬體的廠牌、尺寸都必須確實的比對過 這裡只能說專業的燕屋人員真的是要身懷絕技 也難怪證照對於他們來說只是基本的門檻喔 瑞覺得燕屋人員真的很辛苦 一場下來兩三個小時全神貫注以外 還要格外的細心以及吹毛求癡 因為這是交屋前幫屋主做的最後把關啦 簡單來說我們燕屋的流程大概差不多一個半到兩個小時之間 那一般消費者比較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 建商有時候會跟屋主說我就只能給你一個小時去燕屋 這樣很容易就是造成那個潑水時間濃縮 就沒辦法去燕的確實 所以我們都會再次提醒消費者 就是我們屋主一定要跟建商要求 一定有辦法到一個半 甚至到兩個小時這個是非常重要 你會不會好奇他們的薪水怎麼樣 我們今天就來邀請他們的會計小姐 哈囉 裡面請 好所以只要加入這個行業啊 多久能夠出師 多久其實是看自己驗的場次 如果你是有經驗的話 其實差不多10場就可以出師 那其實會很快耶 但是你要相對要去考很多證照對不對 相關證照對 因為這個包含的已經太廣了 除了水電啊結構之類 其實他要的東西其實蠻多的 好 那成為一個師傅之後呢 他的薪資大概會落在多少 但也有分大小月啦 可是平均的話 6到8跑不掉 我覺得你保守了 你確定 有沒有可能多辛苦一點 多跑一點 一個月有到十幾二十萬 有 是可以的對不對 對如果你可以帶頭 然後帶領這個工班出來 其實你一個月十萬是沒有問題的 哇這個行業真的是也很誘人耶 但是蠻辛苦的啦 是 因為他是需要很多經驗去累積 這次的工程 不是有的 那個人 叫做人的工程 對 是 這個工程 有的 有的 好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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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